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局势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的中美之间日益升级的科技战争 最近中国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关键的稀土矿物 这些矿物对于半导体和先进武器系统的制造至关重要 这一动作正值美国对中国芯片出口的限制加剧之际 显示出双方在技术领域的激烈对抗 我们将分析这场科技战争的背后原因 以及它对全球供应链和价格的影响 美国的制裁不仅针对中国的军事和人工智慧发展 还波及到其他依赖半导体的国家和企业 而中国则以出口限制座位反制 强调美国的行为对其技术进步的恶意压制 此外 欧盟也在积极推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特别是在清洁技术领域 计划提供48亿美元的补助金以促进自主生产 这些行动不仅显示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担忧 也反映了全球在地缘政治影响下的竞争格局 无论特朗普的白宫未来会如何 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似乎都将持续 贸易和技术的摩擦仍将是未来的重要一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科技战争的白热化角逐中 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中国近日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几种关键的稀土矿物 这些稀有资源对于半导体制造至关重要 此举是在美国扩大对中国先进芯片出口限制的前一天发布的 显然是对美国行动的回应 根据LJZERO报道 这是中美双方长期以来互相报复的一部分 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在军事和人工智慧领域的进步 并削弱其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地位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已跌至谷底 这其中除了技术争端之外 还包括对中国军事增长 人权记录 以及在南海等地区的行为的担忧 美国希望通过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 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这些禁令影响了全球芯片和半导体制造商的供应链 导致价格上涨 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供应紧张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已经显露无遗 特朗普曾承诺对中国施加严厉制裁 包括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而在拜登政府时期 这一策略被进一步扩展 形成了所谓的小院高利政策 即在技术领域对中国设置更高的障碍 美国官员指出这一系列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减缓中国在先进人工智慧和高科技产品方面的发展 在美国加大对华出口限制的背景下 荷兰和日本等美国盟友也加入了限制中国的行列 据了解 荷兰已于2023年9月开始执行美国的出口限制 美国官员也在与日本进行谈判 欧洲的YourActive报道指出 欧盟对美国的最新禁令表示关切 并正在研究是否会根据美国的要求加强对中国的限制 这些限制不仅影响到美国公司也波及到那些同意执行美国禁令的国家 在这场技术与贸易的决力中 中国的回应同样迅速而强硬 中国商务部宣布限制出口加 折合T等关键矿物 这些资源对于半导体 军事设备和一般工业用途至关重要 中国此举被世卫对美国持续制裁的直接反击 美国的制裁被形容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恶意压制 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贸易和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 然而中国的反击并不止于此 根据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欧盟也开始采取措施减少对中国供应的依赖 欧盟最近宣布了近50亿美元的清洁技术补助计划 旨在促进电动车电池和轻能等领域的发展 并减少从中国采购的依赖 这一举措显示出欧盟在经济上与中国划清界限的决心 但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挑战 这些挑战可能来自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范 欧盟的这一行动表明即使特朗普不再主政白宫 欧洲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依然不减 正如欧盟驻中国大使豪尔赫托莱多所言 无论美国政治如何变化 欧盟都不会改变对中国的立场 托莱多在中国全球智库创新论坛上指出 欧盟将中国视位合作伙伴 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 并不会因为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而改变这一看法 托莱多特别强调 欧盟对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源自于不公平的竞争 这也是欧盟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的原因之一 例如欧盟去年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了额外关税 理由是中国政府的补贴 使得中国制造商在竞争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 这一举动也引发了对特朗普可能会通过对欧盟征收关税 来迫使其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担忧 托莱多补充道 只有当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进展 双方的关系才能改善 他指出白宫的变化带来挑战和机遇 欧盟希望通过对话来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并抓住可能的机遇 然而欧盟对中国的看法不会改善 除非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发生改变 这一系列的事件不仅显示出 中美之间的科技战争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和市场 也反映出欧盟在面对中国竞争时的 谨慎与保护主义的抬头 未来欧盟与中国的竞争关系将如何演变 仍需拭目以待 欧盟希望通过这些措施 确保自身的供应安全和市场公平 维护自身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地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稀有矿物 是保护自己核心利益的明智之举 这些稀土矿物是制造先进科技必不可少的原料 而目前中国几乎垄断了全球的供应 我们都知道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宝藏 其中一部分来自于沙漠中的稀有矿石 那可不是随便共享的 美国不也对中国进行芯片限制吗 这是公平合理的对抗策略 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哎呀 楚兄 你这么一说 仿佛中国是个锁住宝藏的海盗 不过 把自己当成稀土之王或许有点过于乐观 别忘了 当年万里长城是用来防御的 但它能阻止现代的贸易战吗 封锁出口不仅可能影响全球供应链 还会让中国的经济承受压力 就像是自家门口放了一块绊脚石 谢小姐 您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了马铃薯大饥荒时期的爱尔兰 他们的土豆都被出口了 结果自己人饿死一片 保护自己的资源 特别是在国际竞争激烈的时候 是至关重要的 再说 这也是给美国一个警告 小心别像特洛伊木马一样 被自己的行为反噬 确实 楚兄 特洛伊木马是个绝妙的比喻 不过要小心别把自己 变成了里面那群被困住的士兵 中国若一位采取报复措施 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技术进步 和国际合作 毕竟 现代科技是个全球合作的产物 像是这些稀有矿物 靠它们撑起的供应链 可是比万里长城还要复杂庞大 谢小姐 虽然全球合作很重要 但在国际博弈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国的稀土优势 就如同三国时期的赤壁之火 能让对手感到烫手 这也是一种战略施压方式 让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 同时 这也促使中国 加强自身技术创新 像是寻找其他生产矿物的技术突破 储兄 您的赤壁之火的比喻 确实激动人心 不过火烧得太旺 大家可都得被烤焦了 这样的制裁策略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最终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视全球 与其火上浇油 不如学学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 找到合作的支点 才能真正撬动世界的经济发展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 展现了中美贸易问题的复杂性 尤其是在稀土资源的供应上 两位辩手的观点都具有说服力 但也各有不足之处 楚天书的立场强调了中国 在全球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 指出禁止出口 是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必要策略 它的比喻 尤其是将中国当前的资源政策 与历史事件相提并论 增强了论点的趣味性和力量 然而 这种观点过于简化了 国际贸易的复杂性 考虑到全球化的背景 单方面的出口限制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对立 并对中国自身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谢奇奇则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出发 强调合作的重要性 她的比喻和引用的历史案例 让听众更容易理解经济制裁的潜在后果 她提醒楚天书 简单的报复措施 可能会导致整个市场的紧张局势 最终伤害到所有国家 包括中国自己 谢奇奇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让我们看到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然而 谢奇奇在某些时候的论述略显保守 对于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主动出击 缺乏足够的反驳 相反 楚天书虽然提出了强而有力的论据 但未能充分考虑到 长期的经济影响和国际合作的利益 总结而言 这场辩论揭示了中美之间在资源政策上的重大分歧 楚天书的立场强调了保护主义的必要性 而谢奇奇则呼吁寻求合作以减少紧张局势 两位变手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在应对未来的国际挑战时 更需要的是平衡保护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互利共赢的策略或许是两国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 com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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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